哈喽大家好,我是汪哥,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猎奇小短片,讲的是妹子涂抹化妆品后可以任意扭曲脸庞的故事。 影片开始,小美在家惆怅穿什么衣服出门,可紧接着是牛仔裤的炸链,拉不上拉链的裙子,这一切都在宣告她真的该减肥了。 就在她挣扎时,大龙一个电话打来,希望将见面的时间提早半个小时。 小美一个机灵把手串弄断了,挂断电话发现已经六点了,于是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始准备化妆,先给自己脸上涂抹了一层霜,这时她发现鼻子上竟然长了一颗痘痘,奈何她狂盖粉底还是没用啊。 懊恼过后,小美发现用力过猛,脸上凿出坑了,吓得她是赶紧抚平,突然她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,她照着镜子捏出了一个细长的鼻子。 打开新世界后,她就开始改变自己的脸了,抚平额头,外加肩下巴,放大双眼后配上性感小嘴,脖子拉长,最后风胸瘦腿一样没落下。 这时大龙也来到小美家门口了,门铃响过后,小美却犹豫了,她真的要带这身装板赴约吗? 在大龙挂断电话那一刻,门开了,小美露出了自信的微笑,最终她还是选择辩回自己,两人迎着夕阳向约会地走去。 自信的人是最美丽的,即使没有那么完美的身材比例。 最后有个不成熟的建议,各位看完,点个赞再走呗。 好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